多謝大家收看MAN哥頻道 請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陸發展 再創一片天空 多謝 Hello,MAN哥來到花都 看到我後面一個很漂亮的哥爾夫球場 其實這裡是一個很大型的屋苑 全部都是賣別墅的 舊的,它有兩期 第一期賣$18,000一平方左右 第二期賣$20,000一平方 第一期差不多賣光了 平均這裡由400平方至1000平方都有 現在有兩套別墅就是600平方 千多兩千萬在這裡 就可以賣一個很漂亮的別墅做業主 大家一路看看 整個圓林景色的哥爾夫球場之外 還有一些瀑布,還有一些水塘 還有一些堤壩 附近也有些荔枝園,有些農莊 附近的配套是非常優美的 整個綠花環境都是非常之一流的 如果在這裡住,真是新抗神移 Hello,Man哥來到這裡 帶大家看一間豪宅 這裡,你看看外圍 拍到這裡有626個平方 圍起來是6千多呎的 在香港 我們現在進來門口看看 它旁邊這裡有個車庫在這裡 可以拍到兩部車以上的 整個人門口的環境就是這樣 我們進來看看 這裡是未裝修的 但是我聽說 嘩,一進來門口 很闊落下 你看看 這裡是一些 真是任何看見的時機 一進來 嘩,一個超級大廳 嘩,那裏應該就是廚房 廚房一邊 還有零炎 嘩,這些空間感有多大 真是大到外面有小輪台 然後,嘩 走完也未走完 你看看 看這裡 一個很大的業績 多… 多小 那麼 出來這裡 有個小花園 又有個小水池 可以… 種一下花 就可以在這一邊 嘩,很無敵 我想這裡也有千… 千多呎 是的 這個花園也 這個水池 可以做 我們養下魚又可以 真是可以浸浴 看看大家 如何去設計 如何去居住 你看 沿途的環境 多漂亮 還有二樓 我們還未上去看 看看 這樓下 都有個地庫 我們又去地庫 看看 嘩,這裡真是大到不得之了 嘩,這個地庫 空間感 真是無限大 你看 整個地庫 嘩,這個… 我們有幾個圈 都還可以 這裡 怎麼說地庫 都有差不多 一千多二千尺 還有上面 二樓 我們又上去看看 你看 有沒有見過 六千多尺 的屋子 大家 這裡六千多尺 在這裡買的價錢 都是 一千二萬左右 以為給人民買 我們再上去 二樓看看 這裡真是 我們感覺 走很久 都還沒走小 會很… 會迷路 一分鐘 我們先到這裡 看看 你看 來到這裡 又可以看 樓下 大廳 和景觀 這裡有幾間客房 啊 不是 主人房 嘩 主人房的面積 都可以帶來 無限的 但是呢 真是不得知了 看看 這裡 浴缸 中浴缸 所以 真是無限大 這裡有間 最大的主人房 你看 面積有幾大 啊 真的會看到 還有這間的 還有這間呢 都可以做化妝間 還有 用室 啊 可能廁所 那樣 都有兩面的 一個主人房 可以帶成這樣 在很多香港人眼中 這裡等於他整間屋這麼大的 一間房 真的等於一大間屋 啊 哈囉 你看看 後面多漂亮 這裡有個水壩 加個樹 真的有一個湖 這裡呢 都被一些居民在這裡釣魚 附近呢 你看後面的屋 啊 山啊 背景呢 都是一樓的 這裡呢 有個叫做附庸珍的 綠化區 後面是一個 市裡面 4A級的旅遊景點來的 大家看到後面呢 橫山 就是那些山 大家都可以去 不同的地方 可以逛一下山 郊遊一下 也有些農莊 也有些漁場 附近的配套 是很多 娛樂設施 啊 給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玩法 所以住在這裡呢 比例的風景之下呢 個人都會長壽一點 這裡呢 有山有水 還有瀑布 那你看到 水為財 證明這裡呢 水源充足 滔滔不絕 有財有勢 好 MAN哥來到這個 荔枝灣美食 來帶大家 吃這個 正宗的燒排骨 和正宗的燒鵝 待會呢 我們進去會品嘗一下 哇 這裡就是荔枝灣的燒鵝 泰和針 你看這個爐呢 就是燒排骨 燒雞 哇 還有等待我們有個燒鵝上 正 哈囉 今天MAN哥來到荔枝灣美食 試到這裡正宗 慈名出名的燒鵝 哇 它真是用了一些泥脂炭火燒 也都聞到的味道 就非常之香 噴噴 哇 整個形象已經出來了 感覺呢 完全是流口水 非常之美味 正 來到這裡呢 最出名的 第一位呢 就是這個燒排骨 之後還有這個燒雞 那看到這個燒鵝也忍不住了 吃一塊 第二位出名的燒鵝腺 哇 這些美味 試一口 真的好棒 真 特 聞到也很好味 看到也香噴噴 再吃 大家快點來吃 剛剛來這個 鐵板通菜架 還有一些屎爵олн 味道 聞到一些通菜的香氣 真是 口水水泳 三尺 哇 我們又看到這個特色的煲仔豬手 你看看 看見也很想吃 這裡有一個很特色的蔥油飯 你看它是由小煲仔去做的 這個老闆是由這個老闆看到外面吃到這個蔥油飯 但回來怎麼做都做不到 索性連餐廳的師傅直接滑過來 就在這裡做出特有的蔥油飯 這首歌就是代表我們香港很多不同的警察 在六七八九十年代 真的成為男人 一定要做大丈夫這個角色 當中MAN哥還有很多不同的警察裡面的生涯的經歷 給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單就是MAN哥下班的時候 經過一間金舖 金舖就剛剛遇到一個持刀的比圖 衝進去金舖那裏打劫 因為可能它經濟上有很大的問題 突然間逛逛街 聽到金舖有打劫 因為我們成為一個香港的警察 就二話不說衝進去 就跟個比圖在那裏糾纏和拘捕 那當然啦 那個比圖 雖然他拿著把刀 但我也不怕他的 空手奪法癮之下 就把比圖拘捕了 那當中呢 這個case呢 我們都得到 總區指揮官的讚賞 那經常呢 我們呢 在警察部 其實生死就越於一線 所以做人呢 真的要把握於當下 那才可以拿到共同的價值 謝謝